很帅对不对 这个就是小改款的 Nissan Navara 其实这次 Nissan Malaysia 的动作非常的快 刚刚在泰国发布不久之后 我们就在本地看到了这款车 而我国贩售的小改款 Navara 是这个泰国进口 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去看一看这个帅气的皮卡 有什么改变的地方 第一眼看到这个 Navara 小改款 我对它的印象就是帅 没有错真的太帅了 因为它的外观设计基本上是沿用了在美国贩售的全尺寸皮卡 TITAN 的这个设计 所以显得很粗犷而且很有科技感 尤其是这个头灯组 LED 的光条 还有4颗 LED 的 Projector 看起来非常的独特 另外它的雾灯同样的也是 LED 的 使用 LED 的头灯组不只是帅 在使用性上面也有一定的程度 因为我相信很多买皮卡车的人 都会去进行一些越野啊 绿螺的竞巴什么 LED 的灯组可以提供更大的这个照射范围 然后我们往中间看 这个水箱护罩采用了这个雾面的材质 可是它这个 Nissan Logo 橙色 还有 Piano Brake 营造出这个橙质感 搭配的这个水泥灰色车色 看起来真的视觉效果真的是很出色 你喜欢这辆车吗 请在影片的下方留言告诉我们你的看法 从车侧看起 防刮材质 然后上面有个橙色的点缀 然后加上这个亮黑色的轮圈 让车辆很有层次感 同样的黑色的这个透视镜 下面还有 Camera 没有错 这辆车是有360度的环境摄像功能 然后在车侧 还有这个踏板 方便乘客上下车 车顶 因为这台车是主要是载重还有等等的功能 所以不眠熟的会有行李架 接下来我们看它的车后 来看一个车尾 这个车尾同样的也非常的一样 非常的年轻 在这边甚至做出了一个 类似小压尾的设计 看起来好像有spoiler 而它的这个尾灯组同样的也采用时下流行的3D LED设计 可以看到这个视觉效果真的是很好 我相信在晚上的时候 这个辨识度是非常的高的 然后同样的后面的这个厂灰也是Piano Brake 同样的也是橙色的logo 上面还有一个镜头 然后在车牌灯方面 它都采用了LED所以这辆车非常舍得用LED 打开这个拖架构后 它这个承重能力其实非常的高 所以大概你要载一些比较重的物件 是没有问题的 而原厂也表示它的后悬吊经过了重新优化 最大载重可以达到1.1吨也就是1100公斤 而且这个后车斗他们也进行了一些特别的设计 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俗称后车斗的载务空间上面 除了常见的这个小勾勾可以固定你后面的物品之外 这次NAVARA上面还有了这个装置 这个装置就是在可能你的车 在你的电单车 在你的脚踏车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个加上绳索来固定你的电单车或者是脚踏车 这个是一个非常贴心的配备 这一点要给NAVARA点赞 OK啦 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它的内部空间 内装部分其实这个NAVARA PRO 4X的内装设计跟小改款之前的没有太大的差别 可是我个人觉得它的质感提升的不少 尤其是这个椅子上面的那个皮革还有皮革的花纹 我最喜欢 它上面还甚至放了这个PRO 4X的一个logo 看起来质感表现又更近一层 然后这个触屏主机是8寸的 支援Android Auto 还有Apple CarPlay 接下来的界面基本上真的是跟小改款没有太大的差别 它全车有4个USB 包括了3个USB Type-A 跟1个USB Type-C 可以方便称立成个 充电或者是连接这个Android Auto 还有Apple CarPlay 然后这一个steering就是我们很熟悉的 在这个小改款的X-Rail 在Almera上面都出现 只是它的logo同样的也变成了黑色 再往前看 它的仪表中间有一个 大尺寸的全彩液晶荧幕 虽然不是数位化仪表 但是这个仪表的显示度跟这个科技感的呈现其实都还不错 这辆车的安全配备基本上就是我们常见的6气囊 车身动态稳定系统 斜坡辅助起步 陡坡环降辅助等等 并没有搭载先进的安全配备 我和不少NAVARA 车主交流过 他们选择NAVARA 的原因就是NAVARA 是皮卡中最舒适的那一款 在坐上来这个NAVARA 的后座之后 你确实可以体验到它的后座设定跟一般的皮卡相比 确实舒适了很多 柔软度也在 我只是觉得有一点点需要吐槽的就是它这个大腿支撑有一点点不够啦 在现在很多人都用皮卡作为家庭车代步的时候 这个 大腿的支撑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需要进步的地方啦 其实也不仅仅是NAVARA 很多的皮卡在这一方面都需要进步 不过在于这个椅背它的支撑就很足够 大家可以看到以我的身高来说 它的这个椅背基本上可以支撑完我整个背部 所以相信在做长途的时候 这个椅子的背部 会给这个后座的乘客不错的舒适度 另外在一些安全 另外在一些便利配备上它还是有的 例如说它有一个USB插槽 还有后座的冷气触碰口 所以以现在的天气来说 后座的乘客完全不用怕被热死 引擎方面 还是延续了小改款之前的 2.5公升柴油涡轮增压引擎 而不是泰国市场所使用的 2.3公升柴油涡轮增压引擎 可是马力的输出表现 几乎一样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为 190PS 峰值扭力 450Nm 匹配的是7速的自排变速箱 目前在本地市场的皮卡车型 变速箱大部分都是6速 只有Ranger在用10速 而这个Nawara算是比较特别的存在 因为它 还是多了一个牙 7速 所以相信实际的驾驶表现上面 这个7速自排变速箱应该不差 至于 开起来怎么样 那个就要等到我们拿到试驾车才知道了 我相信大家应该会有一个疑问 就是为什么 PicaTrak要做到那么的帅 其实以现在的消费者角度来说 很多人买皮卡再也不是为了工作使用 而是为了一种lifestyle 所以他们都会把这个车辆当成是日常的代步工具 而我相信 Nissan Navara 之所以做出那么大的改变 就是因为这个趋势 而确实它的这个设计 非常的年轻 非常的Fashion 很时尚 所以我相信它可以适应到这种 因为lifestyle而买皮卡车的消费者 实际上这辆车整体的这个包装我真的觉得很赞 跟以往的Nissan真的有很大的差别 不知道各位对这个小改款 但是改变幅度非常大的Nissan Navara 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哦 好啦以上就是这个新车的简短介绍 因为时间有限所以我们带来的细节会比较少一点 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 我们会为大家带来一个更深度 更详细的这个试驾分享 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啦 好了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啦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